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咱们今天的话题从引起最近媒体热议的800说起 那么话说现在800其实还没有供应 只是进行了典应 不过好在咱们今天这儿 我妹妹她已经去看了典应 那么我现在目前还只能是通过其他的朋友来了解这部电影 因为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观看 不过我们今天就内容我们两位就尽量少说电影本身的内容 把留给我的妹妹来说 她就已经看过了 那么新知本周的节目就是关于800的影评 对 我会出一个专门的800影评 可能大家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的新知说本周已经上线了 那么不过既然这里我们要用这部电影来引起话题 那么咱们也得简单介绍一下 那么这里就请我妹妹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所以说这个电影里面你最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几个点吧 对 就是首先我要问我哥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些节目其实是您二位就是要从军事和历史的角度来讲一讲这部电影 对的 对 那么其实我首先要和二位以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个点 就是我觉得也是我们在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众所周知作为艺术的创作和历史本身它一定是会有区别的 那么作为任何文艺作品它都会有相应的艺术的加工 所以说我们也并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它有一些和历史不相符的地方 而去否认它的这个艺术方面的成就 但是同样我个人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但是大家也不能相互的混淆 就是说明明这个电影它是有艺术加工的 但是呢我很多人他因为太爱这部电影了 那么他就会觉得啊这就是历史 以至于我们在和大家说真实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呢 很多人他会啪一下把这个电影拍在桌子上说 好好了解了解历史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就是我们要认清文艺作品和历史的区别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双标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确定的一个前提 是的 就是不能够把就是你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你说你拿电影来说事 来说那件事的时候你拿历史资料来说事 大家都要说就要就要这样一串一串水端评 对对就比如说你不能在我们看到某一类的 这个就是战争影片的时候 你说这就是宣传 这就是这就是手撕鬼子 这个不行 然后但是呢就是你要一定要符合历史 不符合历史就是垃圾 但是你说另外一部片子 另外一种类型的片子的时候 你又说说那个哎呀这个是艺术创作 懂艺术懂不懂 那这个我觉得这种双标是不可取的 我们咱们就以一种标准来看这个所有的文艺作品 好的 好的那么就说到我对于800的看法 其实首先说好的地方 确实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这部电影它的工业化水准达到了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国产战争片的一个新的高峰 我们知道就是将军你可能也比较了解 就是说对于这种工业化大片 它其实有两个巅峰 就是说一个是它的科幻片 就是还有一个是战争片 因为这些都是需要各部门一个庞大的协作 以及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很多专业人士投入到这里面去的 那么确实我觉得管虎和他的朋友们 这次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他们在这个河两边就是找了一个基地 在河两边一比一还原了这个苏州和两岸的情景 并且是集合了各个电影部门目前中国的精英 然后为我们奉献出了一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在它的这个视觉效果 战争场面以及它的很多 我们看到道具武器的改装 以及说军服的一些细节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基本上我从电影院出来 就确实是一个很强烈的视听感受 也能感觉到我们中国的电影人在往这种 朝着这种大片方向发展的这种工业化电影当中 在做很大的就是努力和进步 这一点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 而特别是我是一个特别爱看这种美术这个部门的人 所以说这个里面的美术 对美术起到了非常高的这个水准吧 就是那里面曹玉他的摄影 以及他就是所营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外滩纸醉金迷的这样一个色调 以及他外滩的这个纸醉金迷隔江有畅后庭花的这样一个暖色调 和这个闸北地区一片肃杀 然后七风冷雨乌鸦叫 然后这种战争的这种恐怖 这样的一种一种对比可以说是 在电影院里给了我很大的视觉震撼 我觉得这个是这部电影非常值得去看一看的部分 那么如果说它的这个缺点吧 我觉得一个是它后半段 它的节奏没有前半段好 其实前半段它的节奏是不错的 它的这个舞就是动作系 战争系和文系 就是有张有驰都塑造的非常好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可能是因为它后期有重新剪辑的原因还是什么 就后期的节奏没有那么鲜明了 它略显拖塌 特别是我觉得后面他们冲入租界的那段场景吧 我觉得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多 冲入租界就是最后过 就是过河过那个墙的时候 对他们就有一点搞得像自杀性冲锋一样 就是感觉日军两架机枪在那个桥头 然后你只要过去我就打你 然后就拍出了一种红军费多卢定桥的感觉 你知道吗 感觉你只要往前走就是机枪等着你 然后我们就是活过一个是一个 这样冲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其实有点夸张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在撤退 对不对 这不是在冲锋 所以说我在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就是觉得他可能 我觉得就是你表现这种悲壮可能没有必要去花那么长的笔墨去渲染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可能会觉得后半段的这方面我原来会觉得有一个更大的高潮 但是可能他这方面稍微弱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吧 就是总体而言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 如果说您是对这种战争大片的这种场景是非常喜欢看的话 还是推荐大家到电影院去看一下 那听了这个新芝刚才的这个介绍 那其实我的感觉啊 好像这个800基本上有点类似于那个台湾1975年的800壮士的一个超级重置威力加强版 但是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最早的四行仓库 反映四行仓库800壮士的一部电影 最早的这部电影它其实这部1975年的800壮士 其实是对1938年抗战时期拍摄的黑白默片版 其实不是默片是有音轨的 是默片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音轨经过我的一番研究 它很有可能是当时在影院里面录的同期生 就是因为你在看到一些比较精彩的画面的时候 你还能够听到就是现场的一些笑声啊 或者是一些欢呼声啊鼓掌声啊什么的 就应该是因为当时的默片是这样子的 他会在现场单独有一个人在放音乐 或者是进行钢琴演奏 交片上没有音轨 对交片上没有音轨 但是他放音源他会根据这个交片的内容 他在旁边放音乐 包括里面的配乐什么的 应该都是现场放上去的 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那个音轨 也就是当时应该是在影院现场录下来的 然后现在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就是1938年当时拍摄的这个《八百壮士》呢 是当时的左翼电影人 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 拍摄的一部战争时期的宣传片 它里面所做出 我们今天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松花加上》的这个歌 就是它当中的一个插曲 那么之后呢 我可能和我妹妹做一档节目 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几部老电影 以及《八百壮士》的这个故事 在这几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传承的过程 对因为这个说来就可能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我们今天这个三人型的节目 可能还不足以就是涵盖着很多的细节 但是很有意思 很值得说一说 由于幸存者又不多 然后呢 现在真正能还原历史的这个资料什么的 其实有很多细节 就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 他讲的话都有有些出入 那么所以这就有点 我就觉得就是那个历史变成了传说 传说变成了神话 这个就确实是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 对他进行了不同的改编和夸张 然后追加了不同的角柱 最后呢 他已经加入了太多的东西以后呢 就和真实的历史之间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了 那么关于这个真实的历史这一块 今天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历史达人肖武老师 跟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好我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 介绍一下松户会战和这个八百装士的基本的历史背景 就是我们可以把松户会战的用两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是松户会战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战场 用错误的战略战术所进行的一场战役 因为在战前国军统帅部预定的这个作战方案里面 是不应该在上海投入比较大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会战的 原因呢比较简单 因为上海一马平川 没有地理障碍可以利用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很不方便 所以在128松户抗战之后呢 这个国军准备的第一套作战方案是 一旦中日在华东地区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那么应该立足于在江英到乍土一线修筑的 这个国防攻势上进行持久抵抗消耗日军 如果这一线的这个国防攻势失守了 那么也不要紧 就应该退到南京外围 依托南京外围的山区再进行组织防御 就是国防线 对对对就是国防攻势 在消耗一段时间之后再从两翼包围日军 然后四击要消灭日军 大家注意这个计划 那么这个计划呢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国军统帅部的这个作战方案 是把中日战争当作一场局部型的战争来对待的 它假定日军不会全面动员 中国也不需要全面动员 只在南京到上海这一线的长三角平原地带作战 速战速决 它是从13号就实际上和日军已经接触 那么就是让日军已经警惕起来了 所以最后这个战场的形式就完全变了 然后这个松会战从原定的 它应该上去是一个歼灭战的作战 就是你是进攻防 最后变成了一个就是天游战术 因为你前面留的时间 太多了 那么你自己赠兵 日军也会赠兵 然后双方不断的赠兵 最后是双方都不断的增加部队 到最后是国军这方面投入的部队 大概是75万人左右 日军先后投入的部队达到了20多万人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在这个松会战的过程当中 国军决心多变犹豫不决 典型的表现就是该撤的时候不撤 该打的时候不打 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无谓的损失和检缘 那么该撤的时候不撤这个说法 可能大家觉得比较难以理解一些 我们在这就稍微做一些简单的解释 那么在敌我力量 这个对比比较悬促的情况下 如果发现战局对自己不利 只要能够有组织的撤离战场 保存有胜力量 就是将来还可以继续作战的话 这个仍然是成功的 长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是一个胜利的撤退 但是国军在这个松会战的时候 多次出现了该撤的时候 不撤的这种情况 在攻势作战变成防御作战之后 国军第一线的阵地是 本来他是在上海北部 就北部的一线进行抵抗 有著名的这个战斗 确实在这个时期的 这个国军的表现是相当好的 他是也是可歌可泣 比较悲壮的 那么在第一线的这个阵地失守之后 国军就退出了第二线阵地 就依托运藏邦 现在运藏邦是一条很小很小的那个河 对将军的加速在那边 这个现在这个河比较小 那么当时他那边主要是 他有大量的这个沼泽滩图湿地 那么他是可以依托那个来持制 因为日军他有机械化部的部队 有这个坦克呀炮兵啊什么 他不容易运动 那么所以呢才出现了 就是这个姚子清营来坚守宝山 那么他的意图就是要 掩护这个国军撤退 就是要撤退到这个运藏邦 以线的以南 那么这是国军的第一次撤退 应该说总体来讲呢是比较成功的 虽然牺牲了这个姚子清的这个营 但是大部队都按计划撤退下来 宝山这个战斗好像之前也有一部电影反映过 好像是叫捍卫者 就是那个姚子清营 就是最近好像杨时八套正在播 对昨天杨时八套播的 对对对就是这个叫捍卫者 杨时六套 六公主 对那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迹 但是当时没有宣传 那么日军这个时候呢 已经就是击败了这个国军的空军 就是他已经取得了制空权 他不断的轰炸这个金户线 那么导致后面的 他就是从各地增调上来的部队 那到了南京 镇江一带之后 他铁路就他上不来了 他的物资也上不来了 他只能徒步的往上海这个运动 所以呢他这个时候呢 就是国军已经这个迎进了灯窟 他就打不下去了 那么既然打不下去了 那你就当然就应该撤嘛 那撤你当然就应该像从宝山撤退一样 留一个部队阻击敌人 那么掩护其他的部队撤退 但是在这个该撤的时候呢 这个国军统帅部的这个决心呢 又开始的反复动摇 一拖再拖 前后的这个来回的折腾 那么前后拖了一个星期 一直到这个国军实在是顶不住了 最后是以这个溃退的这个方式呢 退到了这个苏州河引南 那么这个时候国军统帅部呢 实际上已经决心要放弃这个送户战场了 那么统帅部呢 就要求这个负责战区指挥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祖同 要他在这个战区的部队里面选一个部队 留在苏州河以北阻击 掩护其他部队撤到苏州河引南 然后再逐步的脱离松户战场 就是掩护大部队要撤离松户战场了 那么统帅部呢 当时想到的第一个这个部队呢 就是在之前的作战里面一直比较好的巴士巴士 这个市长呢就是前面这个两位都已经提到的孙元良 那么顾祖同打电话给孙元良的时候 他说要求巴士巴士就留下来阻击日军的掩护大部队撤退 巴士巴士如果在这个大部队撤退之后 因为巴士巴士留在敌后了 那么你就留下来以班牌连委代位 就像后来的八路军一样 就是在敌后进行游战 但是这个孙元良接到这个命令以后 坚决表示拒绝 他认为这个是白白送死毫无疑 他的理由呢是也是应该说也是能够成立的 因为他的原来这个巴士巴士 差不多是1万人左右的兵力 那么经过之前长期的作战呢 他的伤亡已经达到了1.2万人 那么有些连队呢他是经过前后6次补充 那么所以他到他这个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 他的部队里面有7成以上是后来补充了新兵 所以根本就没有能力留在这个敌后坚持游击战 那么经过这个孙元良和孤祖同意翻这个讨价还价之后呢 统帅部最后就同意 就像这个坚守宝山县城一样 留下一个团 然后在苏州河一北 然后就变成我们熟悉的宝塔战术了 然后在执行这个命令的时候呢 孙元良把这个命令就给打了个折扣 就是将军说的这个宝塔战术 同意的留一个团 但是最后呢他是只留了一个营 然后刚好 九下加折 对九下加折 这就是宝塔战术嘛 就是我让你一个师 我说我师长说我是一个团 团长说我去一个营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 那么最后呢留下的这个营呢 就是由这个谢靖元带队 但是为了那个对外这个就是眼人耳目呢 他号称是800人 那么800人呢当时因为这个部队有损失嘛 800人他就可以对外号称是一个团了 就是我可以应付上面的这个命令了 那么这个营呢大概是当时是420个人 那么对外神称是800人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这个就是800壮士 那么这个谢靖元呢 在这稍微也解释一下 就是他是一个广东人 他是黄浦军校的这个毕业生 那么他在奉命留下这个 就是带领这个营留下来 掩护大部队撤退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报定了这个必死的决心 因为之前有姚子清营的这个前车之舰嘛 就是他知道留在这儿 如果大部队撤走了 他们是其实是没有任何这个生还的可能性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儿呢要承认 就是这个姚子清营的这个牺牲呢 他是值得的 因为他确实在保善县城那边阻击日军 吸引了日军的火力 掩护了大部队的撤退 那么谢靖元呢在奉命留下的时候呢 他也是准备好要杀身承认 也要像姚子清一样 也要以死报过 那么其他人呢 就是当时他这个营的其他的这个干部和战士呢 他也是大体上都知道这个情况 知道这个国军的这个基本情况 那么而且当时就是大家要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就是在松后会战的时候 总体来说国军的这个士气是比较高涨的 他没有后来就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就是贪生怕死 就是一想这个敌人的枪一想 我就想着赶紧自己先能逃命 那个时候应该都是精锐吧这一部分人 对他这个时候他基本上都是 八十八十 对八十八十本身是精锐 然后他后面那个补充上来的部队本身也是这个 那么这个最后留下这个营呢 就是他们选择了这个四行仓库 作为自己坚守的这个阵地 那么为什么选择这个四行仓库呢 就是因为这个四行仓库之前是 刚好是这个八十八十的尸部 他这个呢是以前是一个仓库 所以它是一个水泥钢筋的一个建筑 这在当时的上海来说呢 是比较少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情况 然后他因为他是尸部嘛 所以他储备的这个粮食 水弹药这种基本的作战物资呢 都比较充足 所以他就选择在这儿坚守 但是呢我们在这儿又要说 就是这个历史真相啊 就是在坚守四行仓库的这个过程里面 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太激烈的战斗 因为四行仓库本身就是现在在 就是大家如果看一下这个上海的地图 他就发现 他这个四行仓库就在现在的西藏路桥 也就是电影里面的垃圾桥的旁边 但是因为苏州河本身当时并不算太宽 当时这个苏州河叫武松江 日军呢并不是一定非要从这个桥头通过 然后才能去追击日军 所以他这个桥并没有那么重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必经之路 如果说日军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必经之路 是必须要占领的 那么以当时日军的这个 就是他的装备优势来说 他只要集中炮火一轮轰击 就可以把这个四行仓库一位平地 就是当时日军的这个火力配备呢 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所以呢日军并不需要像这个 后来的一些影视剧里面反映的那样 就是让步兵去冲锋 去炸这个仓库 像我们这个八路军上去炸雕堡一样那样去冲锋 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其实这个仓库它的军事意义并不是很重要 并不是像我们想需要站一个山头 我居高领下 就是掌握这个主动权这样 那么这个战斗呢 真正的这个战斗呢 实际上只进行了四天 就是这个日军炮轰 然后我们在这边防御 那么因为你在这个隋尼的这个掩体里面躲着嘛 就是日军他其实日军的这个战术 大家都知道是炮兵轰然后步兵冲 炮兵没有轰完这个步兵是不冲的 那么炮兵轰完之后步兵冲上来 然后发现这个里面还有人打枪 那么他就退回去了 他接着让炮兵轰 那么在当时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这个就是日军只要不冲上来 其实我们这个坚守四航仓库的这个所谓的八百女士 他其实也没有太多机会打死太多的这个日军 所以真的 反正我们也不往外撑 对我们我们肯定我们人少 我们就躲在里面 对我们躲在里面 我们也不会出去 所以我们是不可能这个打死太多的这个日军的 那么这个战斗呢 进行了四天之后呢 后面就是这个就是协商这个如何让这个营通过英国租界撤退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大家如果去看一下这个地图的话 上面还会标注这个苏州河以南就是四航仓库的这个 苏州河以南呢是大量的叫比如说叫和平里什么德惠里之类的 那么这个呢就说明是他是这个叫石库门 就是那种老房子 是老房子是租界那个时期留下来的 石库门房子是这种就是修建的比较好的公寓房子 对对对 就当时而言 那么在这个就是苏州河以北这一块呢 它现在就完全是叫什么什么新村 什么什么新村 这都是解放以后再建 对对对 才以后才建设起来的 那么他当时就说明这个这个 这个乔以南呢就是是英国的租界 那么他就要求这个就是中方 然后和这个英国还有日军去协商 就说如何让这个营呢 就是经过英国租界然后撤退 然后去回归本部 就回到巴士巴士去 但是这个最后协商来协商去 这个协商实际上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呢 这个因为松户战场已经全军蒙溃了 就是这个整个大部队全部都溃退 他不是撤退 他是直接就跑了 就是各部队官找不到兵 兵找不到官 然后大家就乱跑 直接就跑过去了 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 就是最后达成的这个协议呢 就说这个营呢是以缴械之后 就是被这个英国啊 他是被不是被日军 是被英国这个租界缴械之后呢 进入了这个英租界 然后英租界呢 给他画了一片这个场地 然后作为他的营地 就是他被圈禁起来 然后不允许他进出 特别的四航国军 哎对对对对 嗯 那么到了这个19日 呃11月9号之后呢 这个国军的这个松户会战呢 就是已经全面的结束了 因为他的战场全整个崩溃了嘛 就是各部队呢就溃逃了 这个营就没有人管了 他就成了一个孤军 那么这个营呢 最早的村民呢 也是在这个国军的大部队撤退之后 他因为他被圈禁在英租界的这个营地里面 那么他每天呢仍然坚持 就是要升起这个国民政府的那个国旗 就是一表示自己仍然在坚守阵地 就是说上海的这 就是我们中国的部队还在上海 并没有这个上海并没有完全沦陷 那么之后一直到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个时期 这个孤军营一直坚持坚守在上海 一直没有 而且每天都要升起 这个上海的市民呢 当时也就是为什么要支持他们呢 就是因为后来有一个 因为整个金户县都已经沦陷了 整个华东地区都沦陷了 但是呢 在就是到41年太平战 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 那么上海当时呢成了一个孤岛 就是留下留在上海的 没有来得及逃走的中国人和这个外国人呢 实际上都是 这个时候因为他们都很希望能有人能抵抗日本人 那么这个留在这儿的这个孤军营呢 就是虽然他已经不能作战了 但是他在精神上呢就是他仍然每天升起这个国旗 就让大家看上去就好像有点寄托 就觉得这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方 还有我们中国的军队 那么他就是有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再简单的交代一下这个 所谓的八百勇士 坚守四航仓库之后的这个结局 这个日军呢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 他这个呢就是长期的是坚持虐待战俘 而且他对所有这个俘虏呢 还有沦陷区的这个呢都是非常的残酷的 这个他被俘虏的时候呢当时因为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日军全部占领上海的时候呢 这个孤军营因为他没有武器嘛 他也没办法抵抗 就是他就被日军轻而易举的这个全部都俘虏了 那么俘虏之后呢一部分人呢被送到了这个太平洋的小岛上面去做苦力 有的人呢是在上海本身就宝山一带的修工室也是做苦力 那么后来呢经过这个日军长期的虐待呢 就是导致这个基本上都大部分都死掉了 到战争结束的时候能够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十多个人 所以幸存者呢就是差不多就是百不及一的这个水平 无论是他在沦陷区在这个就是还是在这个 在这个孤岛时期的那些文人呢他的那些回忆 他在这个时期他都显得是特别的牙抑那种状态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就是就是有一个孤军营这样的东西存在 那么他大家都觉得哎好像还有点点希望 就好像你在这个黑暗里面你有一个看到了哪怕是一个萤火丛 你都会觉得哎这好像是一盏灯 就是你会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所以呢那个时候市民为什么会去歌颂他去支持他拥护他 一方面呢就是他是表达对这个孤军营的支持 另一方面呢他其实是也是对表达他对国军这个就是溃败的太快 这个刚才夏无老师也讲了当时的情况太绝望了 就是你你没有办法去宣扬说 国军在正面多么多么英勇 因为他的这种进退失据我们都看在眼里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我们只能用这个孤军他们的这样一个一个事迹 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什么就是为了激励大家中国不会亡 就激励大家说 对只要我们坚持事情还是有希望的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我们看38年的那个版本 他也打死了很多日本兵 为什么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就只要我们老百姓坚持 只要我们的军队坚持 我们是能够消灭敌人的有声力量 好的那整个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电影本身 因为刚才历史部分 我们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晰了 那么这部电影最终的表现会如何呢 二位对此有怎么看 包括你们的一些朋友 包括你们自己对这部电影最终的票房表现和口碑表现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是这样 首先我从我的 我对于观影观众的一个理解 我认为这部电影首先说的话在票房上 他可能不会有非常辉煌的成功 但是也不会没克里夫收 他会有一些 有一些观众还是喜欢这种调调的 但是说他说这个主要的观众可能不太接受这个东西 为什么呢 就是他怎么说过于憋屈了吧 就是他的这个整个的调感 整个的情感 整个的这个反映的这个故事 他没有给你一个希望 没有一点希望的感觉 其实里面有人是最后参加星死军了对吧 对 其实如果说你告诉我们这些人当中 其实有人他最后看到了事例 就是我们最后有一个什么人到战后怎么样都行 但是他好像也没有 就是从头憋屈到尾 那么他的这个表达方式 我觉得就是很很像我们80年代的那些那个感觉 就是80年代那些电影啊 书啊 就是哎呀我们好苦啊 我们好悲哀啊 我们被欺负的好惨啊 我们中国人应该自我反省啊 我们再不奋起啊 我们再不改变我们自己啊 我们就要被开除求疾了呀 是吧 就是这种感觉是吧 愚芒 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 不要做愚芒 我们要这个和世界接轨 我们要了解外面的世界 是吧 就这种感觉 然而这个他这个表达方式 或者说这种气氛啊 今天我们的这个肯定是不讨喜的嘛 对吧 因为我们在网上和很多朋友讨论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就最近有很多事情呃 都是这样的 这样不喜欢这个的人群 其实是占了大多数的 不过也有可能喜欢的这个人群也不在你的这个圈子里 啊对可能是我我我目前目前来看这部电影的就是预售成绩还是不错的 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大家这种好久没有看电影这样一种爆发 另外就是也有很多观众他可能也并不会太在乎这种历史的这一部分 那可能是可能知识分子群体啊 就是年轻人 我们看到这个打日本人大家就觉得开心就觉得 问题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也不是说你在电影里面去打日本人大家就很满足的 是啊 大家确实是这样 现在这个时代呢 你再去夸张自己的驱逐 你用就是你的这个技术手段再高明 然后你再去反映自己在那个时代的这种憋屈驱逐 然后就是你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这种事情呢 其实现在已经很难了 那前些年这个张艺谋拍那个十三拆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典型 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今年的这个年份也比较特殊 就2020年嘛 大家也是大家其实是现在到了一个又一个需要提进骨气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把这种特别憋屈的这个情绪很多观众是不喜欢的 今天的商业片肯定是吃不开这样子是吃不开的 然后他其实我觉得就是广虎导演这个人呢 他广虎导演之前的电影他也喜欢表达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脱离时代的人在一个他做了一件荒谬的事情 做了一件脱离时代的荒谬的事情 那个老炮老炮 杀生也是 杀生也是这个 他很喜欢这类的题材 然后但是这部电影 我们要说这部电影八百 似乎就是正好是他喜欢的题材 在他自己的 这个有一种 就是对八百这个题材本身他没有理解好 就是这个题材其实并不是他喜欢的那个在一个时代里面逆行的这样的一个题材 就是尤其是到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中国现在已经是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 你在通过卖彩来让想让观众来买账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 你一定要能让大家能够看到一点希望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 因为毕竟我们虽然有过那样一段黑暗的岁月 但是我们现在毕竟走过去了 我们已经走出来了 那你一定要在里面有一些让大家能够看到希望的东西 但他没有 那么这个就很糟糕 所以就是这个片子的问题现在不是说网络报名对他口中比伐 不是说小粉红这一代不喜欢沉重的历史 也不是说管理机构过于敏感 他真正的问题还是真的有一点脱离时代 可能他的宣发以及他的一些思路需要与时俱进 那么其实最后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电影的支持者和爱好者 我们其实出于个人情感 非常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大卖 因为它也是一个现在陷入低迷的一个中国电影市场的一个强心剂 电影市场来说是一个好事 对 所以说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最后还是希望就是说 一个是这部电影能够在现在这个时候 起到一个提振中国电影票房市场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其实我们觉得还希望有更好的作品 毕竟来说大家对于这种憋屈的影片看到了 市场对它的对憋屈型影片的这个预值终于达到了 那么接下来应该拍一些不那么憋屈 要反映一个新中国的气象的影片了 那么现在我们据说已经开始筹拍这个 好像是剧情基本上是《决战无名川》翻版 有郭帆 有吴京 那么也有管虎 也有这几位这个中国电影的一线的这个导演和主创人员 去参与的这么一部超线战争的影片 我们希望那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 大家能够吸取一些之前的电影中的教训也好 这个什么也好 大家能够把它做成一个真正的能够在我们这个时代 适应时代需求的这样一部电影 也就是说我们要用21世纪第二个时年的思路 甚至是第三个时年的思路 我们来看中国电影 不要永远停留在80年代 就是这个买惨 不要从这个20年前30年前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它肯定会遇到一些争议和困难 对不对 那么好 好 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就到这里了 这期节目非常长 我们也谈得非常过瘾 那么希望以后我们还有类似的这个节目 那么最后呢 就是还是要说一句吧 就是这个欢迎大家订购观察者网会员频道 这个观察观察员栏目 这个如果在购买的时候输入邀请码999 立项10元优惠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